你正走进一台有铝卷成圆柱形螺旋的装置 你正慢慢地走进去 在里面你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然后周围的环境开始扭曲变形 紧接着你居然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还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桑 刚刚那段并不是什么科幻小说 而是被有些人誉为是禁忌的科学实验 科吉列夫镜子 话说在北极圈小镇迪克森 曾经有这么一个神秘的实验机构 当年苏联科学家用一种叫做科吉列夫镜子的装置 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很多测试者声称看到了过去和未来 甚至还有一些测试者说 他们在里面看到了内人生物 UFO 是不是觉得很无稽之谈 但是咱也先别急着下结论 因为这个实验装置的创始人 科吉列夫 那可是赫赫有名的科学家 但其实说起来 他本来的目的是想探寻光和时间的本质 可不是为了时间穿越的 那么有没有什么证据能够支持这个实验呢 还是说这个实验 它只是科学家想象力过剩的一个产物呢 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 这个号称可以掌握时间的科吉列夫镜子实验 但是首先咱们需要先了解一下 科吉列夫镜子背后的那个神秘科学家 尼古拉科吉列夫 苏联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 现在应该知道他的人并不多 但其实他是很厉害的 而且他的很多理论都是 在当时都是领先那个时代的 不过这都是后法了 反正当时的人们都认为 科吉列夫是属于不正常的那一类科学家 在1936年呢 他还因为一些不正常的观点啊 被认为是对社会构成了危险 被判入狱十年 不过这也可能是科吉列夫 他人生当中最美好的十年 因为他发现在这十年里面 他拥有的最多的东西 就是时间 太闲了 毕竟他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 也没有条件做什么实验 对吧 于是呢 他就这么熬啊熬 熬到了1946年 他出狱了 话说有那么一天呢 他正在实验室里面研究脑场理论 哎 脑场是什么呢 咱们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一块布上面翻一个物体 它就会凹陷 这叫做曲率 也就是广义相对论里面 重力让时空弯曲 但是如果把这块布的一个地方 拧那么一下 挠那么一下 桌布就会产生了扭曲 产生了螺旋 那么这个地方的时空呢 也会跟着扭转 这就是脑场理论 很形象对吧 结果呢 柯基列夫他就开始思考啊 光在脑场 不也是会扭曲的吗 那既然爱因斯坦的上的论告诉我们说 光和时间是有关联的 那么 时间会不会 也是扭转的呢 而不是线性的呢 柯基列夫他回扬起自己在监狱里面的十年时间 于是呢 他就突发奇想 他认为 时间不仅仅是一个维度 更可能是一种能量 就跟光一样 你看啊 对于光呢 我们肉眼能够感知到的 只是光谱当中的一小部分 像波长更短的紫外线 还有波长更长的红外线 就属于肉眼无法直接看到的不可见光 而柯基列夫他认为 时间和光差不多 整个时间范围就像是一条永远流动的河流一样 是河流的能量 让我们从当前位置流向前方的未来 但身后的河流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离开而消失啊 前方的河流也不会因为我们还没到 就不存在 所以根据柯基列夫的说法 过去 现在和未来 这三者其实是同时存在的 但是呢 在正常情况之下 我们只能够感知到现在 换句话来说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和未来 只是我们站在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去定义的而已 那么问题来了 时间可以像我们掌握其他能量一样被掌握利用吗 能否以某种方式掌握利用时间回到过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呢 就像逆流而上的河流一样 又或者说时间会不会和大脑产生相互作用 导致有的人拥有某种直觉 比如说吧 你呢肯定有过就是看到一个场景 你感觉你来过这儿 而且呢你还知道 未来的几秒钟之内会发生什么事 就跟你提前预知一样 当然了科学界把这种未曾经历过的事情或者场景 仿佛在某时某地经历过的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啊 叫做即时感是归类在人的生理现象的 而不是像科技列夫一样是把他们归类到物理现象里面的 除此之外呢科技列夫还相信时间可以以不同的密度 也就是时间在不同的地方啊 可以以不同的速度流动 就像河流一样 有的地方河流比较急 有的地方呢就比较缓 所以说他认为时间是可以加速减速 甚至还可以逆转 那具体要怎么样加速减速时间 怎么样掌握时间呢 科技列夫他给出的答案是 用同样能够改变和扭曲光线传播路径的镜子 咱们更准确的来说是凹面镜 我们都知道奥面镜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例子有很多啊 天文望远镜啊 化妆镜啊 甚至还可以用奥面镜来加热 因为奥面镜它有聚光的特性吧 而科技列夫他就利用这个特性 设想了一种可以弯曲时间结构的装置 利用铝板弯曲成一个螺旋圆柱体 就跟宇宙当中的脑场一样 这样子呢就能够反射能量 而时间能量啊 会最终聚焦在螺旋圆柱体的中心 按照科技列夫的设想 只要人站在这个铝板螺旋体中心 就能够感受到最强的时间能量 而据说啊 科技列夫他曾经在圆形机上面 成功的弯曲了几秒钟的时间 当然是微观层面上的 只不过很可惜啊 科技列夫他没有过多久就去世了 但是你以为理论上能够掌握时间 这么先进的科技苏联他能够放弃吗 当然不可能啊 于是呢随后又有两个科学家是继续完善 并且制造出来了真正意义上的科技列夫镜子 一个高导电性纯铝合金做成的 内部结构有磁性合金的螺旋圆入体 紧接着呢各种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据说啊实验室周围的居民看到了不明飞行物 有人说看到了各种奇异的光线等等的 站在科技列夫镜子里面的实验者 有的说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有的说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甚至还有人说看到了地外文明的生物在观察自己 等等等等 总而言之言 总之各种匪夷所思的传闻呢 是一个接一个呀 当然了那两个科学家也是做了很多的实验记录啊 来表明实验的客观真实性 甚至呢就连电视台也做了纪录片 但是问题来了 这项实验它是不是真实的呢 难道就靠卷一张铝板就能够穿越时间了 这个呢咱们也没进过那块铝板里面啊 咱也不好说 但是有一点 主流科学界对于科技列夫镜 那是持高度怀疑态度的 毕竟科技列夫的时间能量理论是基于假设的 没有充分严谨的科学实验数据来支撑 像什么看到了过去 看到了未来呀 还有感知到了什么地外文明的生物在观察自己 这些个都是实验者的主观感受 没办法作为客观的科学数据来验证 而且科技列夫的时间理论不仅仅没有就是现有的理论来支撑 而且呢他还和现代物理学当中时间的解释是相互冲突的 科技列夫他认为时间是一种物理能量 物理实体 甚至呢还可以被掌握被操纵 但是呢在相对论里面 时间是和空间结合的维度 不是一个可以独立掌握的能量 而且科技列夫他涉及到的能量聚焦 还有时间的掌握也可能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 还有商增定律 所以说呢那两个科学家他们自己可能也知道 所以说就压根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成果 在权威的科学刊物上面发表过 毕竟说时间不是线性的 这也太反直觉了吧 但是甭管用一张铝板能不能掌握时间 其实啊很多科学家相信 时间它的的确确不是线性的 比如说吧 关于时间的快宇宙理论 这个理论他就说 过去现在和未来实际上是同时存在的 时间和空间一样是一个思维结构的一部分 其中事件的序列是固定的不变的 也就是说啊 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基本物理结构当中 其实就已经是预设好了 说白了 你的命运其实早就已经注定好了的 而且呢在量子力学当中 时间也可能是非线性的 比如说量子纠缠 两个粒子之间的状态 可以及时的相互作用 不受传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但是无论如何啊 科技列附镜这个号称科技掌握时间 看到过去和未来的实验 是不被主流科学界所承认的 但是呢 在话说回来啊 科技列附这个人呢 很神奇 他就神奇在 就是他有很多的理论和研究 在当时都是不被认可的 可是呢 又过了很久 又被证明是正确的 比如说很著名的 就是他曾经观察月球顺变现象的时候 也就是月球表面观察到的短暂的光 还有颜色的变化 他观察到了这些之后呢 他就提出 月球啊 可能存在一些地质 或者是火山活动 这在当时那可是相当革命性的一种理论 因为在1960年代之前啊 科学界普遍认为月球 它是一颗死亡的天体 不可能有什么地质运动的 当然 后来是被验证科技列附的预言 起码部分是正确的 比如说 现在月球还有月镇 几十亿年前还有火山等等等等 所以这一次呢 时间不是线性的 通过一张铝板就能够看到过去和未来 或许在若干年之后 也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谁也不知道 你的时间就是我的时间吧 下意相当论里面说 当一个物体的运动速度接近光速的时候 时间会变慢 这叫做时间膨胀 也就是说 对于不同速度运动的观察者 他们各自测量的时间流逝是不同的 所以时间不是绝对的 而是相对的 那么你觉得 既然每一个人的时间都是客观不一样的 那为什么我们能够 共享同一个时间呢 一位既往 我是亚桑 一个把知识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男人 一如今我我是亚桑 一个把知识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男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